要多少钱 朱泽民他居然说20元真的让大家炸锅网友骂翻了 而他今天被问到是否不食人间烟火 朱泽民居然又回答我不抽烟真的让大家傻眼 而回顾过去被问到卤肉饭水饺物价管物价的朱泽民一样都不清楚 网友就炮轰了蔡政府的大掌柜竟然不知物价实在是三宝主记长 专门管物价的主记长说一碗面线只要20元全民大炸锅 朱泽民隔天这么解释 再让大家秒崩溃 有听到那个说那个嗡嗡的两个字 我以为是只有面线 谢谢 可是只有面线呢 你不食人真烟火耶 那是只听面线20元的意思吗 我不抽烟 是慌了还是耍嘴皮 问你不知民间苦 朱泽民竟然说自己不抽烟 在场媒体全傻眼这一碗20元面线的故事 笑歪正洁 这有35块40块吧 那有买过20元的鹅仔梅酸吗 50年前可以 标准八个小时候 连客观者都吐槽 这价格真要做时光机才买得到 回顾朱泽民过去三年 不知物价造不是头一遭 歪楼金句还真不少 乳肉饭从去年到现在涨多少钱 我不吃乳肉饭 谢谢 我不吃乳肉饭 水饺涨到五块钱 来行政院的餐厅 他的水饺到现在 我吃了好多年都没有涨 有人揪出这主济 涨在大安区有98平土地 加上存款上千万 主保上百万 有人亏 难怪对小老百姓的物价很冷感 网友说你问他乳肉饭 水饺面线就错了吗 应该问他鱼吃价格才会答对啦 根本是三保主济长 民进党热面的国家大掌柜 怎么会不懂物价 如果自己本身都不贴近明末 那你怎么可能做出精准的计算呢 那你这个人怎么会试任这个职位呢 你怎么去担当主济长呢 这种不试任的官员 真的最好赶快回家睡觉 而且他好像每次问他都不知道 是坐在房里面 冷气房里看数字 必须要真实了解人民的感受 要接地气 这样才能苦民之苦 国防部长董军事财经首长得董财经 但关于物价的主济长 却老实说不出物价 成了政界奇葩 记得吴俊伟离璇 SG小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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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